台南市警五分局开园派出所附近 有家知名面线经常大排长龙 竟有民众影响天开 大电话要求警员帮忙看业者是否营业 还要提供店家电话 警员当天忙着处理城大医院发生杀人未遂案 先委婉回去后 这名女性竟然说 警察如果不愿为民服务 她就要检举 警员无奈抽空到派出所外查看 回店有营业 但要对方自己上网查电话 开园派出所本月28日接到一通电话 来点女子先向远警提供面线店电话 远警说没有后 又被要求帮查店家有无营业 警员委婉回应 这不是警察的工作 女子警呛说 如果你不为民服务 我就检举你 当天城大医院发生男员工摄持刀杀伤员冠 开园派出所远警正忙的不可开交 这名女性民众恰巧在这个时候来电 先是问远警有没有面线店的电话 还要远警帮忙去看看店家有没有开门营业 这名女子卢了快五分钟 才放弃请警察查电话 要远警直接帮她去看看店家有没有营业 警员加以晚回举 女子说 警察不是应该为民服务吗 如果不愿为民服务 他就要检举 警员最后只好走出派出外查看后 告知对方面线店有开 对方连线线都没说就挂了电话 开园派出所说 只要是合理的为民服务 警察一定使命力达 但希望民众不要无限上纲 把自己可以上网追查店家电话的小事都推给警察 这样可能会防派远警处理其他要务的时效 台南市这家面线店经常大排长龙 竟有民众打电话到开园派出所 要求警员查看面线店有无营业 记者黄玄翰摄影 分享 台南市警务分局警员 被女性民众要求跑腿 查看派出所对面面线店有无营业 记者黄玄翰摄影 分享